据天空新闻报道,当地时间6日 37岁的英国赛克斯公爵夫人梅根顺利产下一名男婴 这是她与哈利王子的第一个孩子 英王室又迎来一名新成员 肯星顿公于去年10月宣布了梅根王妃怀孕的消息 并公布了预产期将在2019年的4月下旬到5月初 哈利和梅根的第一个孩子将会是英国王位第七顺位继承人 英媒报道称,梅根将打破王室惯例 产后出院时不会带新生儿在媒体前亮相 这也让许多想要一睹哈利王子夫妇与新生儿风采的人略感失望 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